好这里是阿拉Radio中文流行网里才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啊 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呢 就是由动力火车所演唱的 超喜欢动力火车的 好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今天节目呢 在上半段呢 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现在是暑假 也有很多的职场新鲜人 那么要进入了工作的一个领域了 那进入工作领域当中 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你的热情 热情 那怎么样能够让你的这个老板 感受到你对这工作是有热情的 那除了工作之外 你也要让你的孩子们觉得 你对于养育他们是有热情的 不是负担的 总之我觉得不管是在工作上面生活当中 我都觉得热情不可或缺 如果你真的缺乏了热情 那你就真的该换工作了 或者是说你对于这个人 或者对这个家庭都少了一份热情的话 那真的是要出大状况了 那待会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下生活这种热情的感受 像我自己都觉得 我觉得还蛮有热情的 不管是对于工作 对于新鲜的事情 或者对于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就急于去找这个讯息 那我觉得你在找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一种热情的一个展现了 好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了 这个七月份的居家风水 那当然我们每个月都会跟大家来回顾 跟展望一下 那六月份说实在的 纷纷扰扰的 很多这个不平静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到了七月份会不会好一点呢 但有人讲说五穷六绝了 七零八落了 到底会不会好一点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但是一样的概念 也就是如果有好的 我们就把它发扬光大 如果你碰到什么水逆 什么逆 你就安慰自己说 没关系 至少是水逆 等过完就好了 总之它很像一个 你的心情的一个 这个预报功能一样 让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不慌不乱不逃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样的节目 最重要的一个宗旨了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一些些啰 好 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马来西亚 他们也要推出一些塑胶带的禁令了 好 这个减速的政策呢 已经成为全球的趋势了 那纽西兰呢 已经规定了 7月1号超市一律禁止 使用这个薄的塑胶带 那大家都知道嘛 之前就是厚的不提供了 厚的要买 买为什么叫你买呢 就是说 你花钱了 你就会痛 你就会不买 你就会自己准备了 那有时候会提供一些薄的 薄的 但它就不能够承载很重 但是至少是一个减缩的一个作用 好 那现在呢 连这个装蔬菜的水果用的 这种很薄的这种塑胶膜也要禁止了 所以政府呢 就预估每一年会减少1.5亿个塑胶带 除了纽西兰之外呢 马来西亚也跟上了 好 它规定规划在2025年 那么在全国的商场就要禁用塑胶带 连路边哦 路边摊哦 也不例外 通通都要这个 禁止了 这是BBC的一个报道 也就是纽西兰从2019年就已经实施 禁用后的这个塑胶带的一个政策了 那很多消费者其实都会自己准备购物带 那他们自己统计哦 说现在已经省了10亿个塑胶带了 可是他们会认为说 啊 纽西兰还是有太多的一个塑胶垃圾了 还是要持续去改善的 所以7月1号 他们又规定了 连薄的塑胶带 那么都要禁止 那再降下去的话 一年就会给减少1.5亿的塑胶带 那当然有一些消费者就会觉得说 啊 真的 虽然不满意 但可以接受吧 因为毕竟有一些超市 他们都会开始有一些纸 纸袋子 纸袋子就可以让你用 那另外呢 就是人们也要开始来带一些 这个自备的购物带了嘛 好 那马来西亚要跟上了 要跟上了 那这小 马来西亚说实在 他们的小吃文化 其实是蛮蛮丰富的 可是现在海峡时报也有规定了 他说马来西亚政府 2025年全国所有商业场所一律禁止 一律禁止使用这个塑胶带 而且这个禁令一下来 不是百货公司 不是大卖场 你连路边摊 路边摊 你都要这个禁止使用这个塑胶带了 好那在实行的一个 这个初期的话 他们都说会有一些奖励 跟这个适应期 不过他们对于可以达成是信心十足的 好 欢迎回来理财收获通 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好 现在什么最好赚 来看一个新闻 这是一个外电消息 也就是在美国加州 他们发现到说宠物的美容商机最大 其实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有发现到了 就是说宠物的商机 他们吃的喝的用的 连这个 我去看那个菜市场 卖衣服的 然后我就说 这看起来不像是小孩的衣服 他说是啊 是小孩啊 毛小孩的啊 有那个狗狗的啊 然后还有雨衣 对 我在菜市场有有看过啊 我说狗狗淋点雨 抖一抖应该没关系吧 他说哎 不行啊 也是要穿雨衣的啊 我都不晓得说狗狗穿雨衣会不会不舒服啊 好 总之呢 就是大家都已经认定了 毛小孩的商机啊 但是在加州我们看到的是美容的沙龙 他们现在一年有将近四千万的台币进账 你看有这么好的一个生意啊 那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主人啊 把毛小孩带去这个美容的沙龙 让他华丽 呃 变身一下 好 呃 有一些是说呃 带去美容 带去洗澡 可是说实在的 简单的洗催俭 哎 我就觉得这很像我的头发一样 洗催俭 120美元起跳 好 起跳 哎 我们这里啊 洗个头发 哎 我们这里呃 中广附近还有 还有一百多的 还有 还一百八 一百八 然后现在大部分大概都两百 大概两百两百二了 可是你看 他是一百二十块钱的美元啊 我的天啊 那如果你要打造独特的造型 比方说这个报道当中呢 就有讲说 哦 哦 他带了一只这个呃 小狗去 可是把麻烦帮我染成那个豹纹 好 豹纹 好 所以还要变身像一只这个小花豹了 好 那当然除了一些呃 这个小花豹之外呢 也有一些可爱的答案 那有呃图案 那有一些他们就说我们要粉红色的 要粉红色泡泡的 然后一个造型下来 他们就八百到一千 美元八百到一千啊 所以从头到尾都要剪毛 都要塑形 然后都要看起来更好看 那希望狗狗就是跟主人能够搭配 可是要帮这些宠物改造啊 说实在还要有专门的美容师 这美容师其实我跟你讲 我只有想到 就是帮小孩剪头发 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 像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那个美容院 然后他就有一台车车 大家都知道可能有坐过那个车车 然后他就把那个车车可能买回来就固定 固定上去之后呢 就让小孩开车车玩 小一点就开车车 大一点你知道 前面再带个架子给他放iPhone 让他看电影 看电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那那个小车车 排队耶 小朋友都要排队去坐耶 你看我们对于小朋友 我们会愿意花这个钱 可是你有看到 在这个沙龙店当中啊 有各种那个样貌的大大 大狗狗小狗狗 他们就是活生生的艺术品 因为他们的妈咪跟爸比都花了大钱 让他们来做一个变身 所以他们就说一家这个 他们采访的加州的美容沙龙 一年大概就可以赚进四千万 四千万了 这个营业额非常非常的高 就一百三十万美金嘛 一百三十万美金 就是帮宠物造型 就四千万台币耶 四千万台币 那这个宠物美容家 他就讲说 我只有带着两把剪刀 跟剃刀来美国 所以真的完成了我的梦想 他就说这全世界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你看这是一个 很激励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故事 不过当然你说实在的 店面当然不便宜 店面可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商机 看准的那个嗅觉 就像我讲过了 在菜市场当中 都有卖狗狗的羽衣了 所以如果有看到商机的人 都有先行者的优势 都可以赚一波的 好另外我们就是来看 就是说这个媒体的脸书导流 一直在萎缩当中了 那现在大家又才关心传统的媒体 像纽约时报 像BBC 他们该怎么样的一个图围 所以现在大家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社群媒体 对不对 他们不会讲什么抖音一句话 然后什么 这个 这个儿女都白养了 也就是说 只要抖音上讲了什么 对不对 然后你爸妈讲了也没用了 所以儿女都白养了 反正这种脱口 这种成语其实还蛮多的 那这个TikTok崛起之后 其实有一些影响 但就对年轻人 他们喜欢看一些短影音 短影片 好 那这个媒体呢 就会发现到受人家的一个喜欢了 好 那从脸书上获取下来的流量 就会下来了 都会下来了 那现在脸书也跟各个政府 展开一些媒体内容的一个付费的 一个谈判 那脸书就会认为说 我并没有因为媒体内容获益 也没有说有这个 这个任何的一个好处了 所以现在对于传统的媒体 那该怎么办呢 那现在大家又 又又又不看 好 又又不看报纸 然后也觉得买报纸 大概就是老人了 那也不看这个电视新闻了 大概都是从媒体上 找这个新闻了 所以到底像纽约时报 BBC 那是不是可以 可能移情别恋了 他要不要就说 这就拥抱这个TikTok 就是这种抖音了 因为毕竟年轻人 那你总要培养这些年轻人 所以各媒体其实都在努力 一方面 但你不要只充流量 不充流量 或者就是说 你今天有这个粉丝 你把它带回官网 有用吗 这大家都在思考 非常痛苦的一个问题了 好 雅虎奇摩的超级商城收摊了 这也是一个新闻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 在这边先休息一下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 台股今天要做怎么样的观察 后市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就要连线的是 涌城投过的分析师 李鼠方 鼠方请说 韵风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股股市呢 在历经的昨天的重挫之后呢 今天持续的一个下跌 可是不知道 听众朋友们发觉到 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是在今天里面 占指数权重最大的台积电 在今天它并没有 呈现了一个下跌 反而是在OTC的一个指数 代表中小型的个股 它的跌幅是比较重 那就就可以反映出来 大部分投资朋友的心态 就是喜欢看着指数 去做比较 指数在涨的时候呢 就很有信心 指数连跌个两天呢 就非常的没有信心 那买盘不计 对中小型的个股上面 它的杀伤力就是比较强的 那配合到在之前的台肥股去呢 其实就是AI试补器 相关的概念个股领涨 可是在领涨的过程之中 以明年的获利的预估值 来看现在的股价 你都会觉得涨太多了 都将近20倍的本益比 所以它就比较没有上涨的空间 就必须要去利用 整个台肥股市拉回的时候 你去买 你才会有赚钱的一些的空间 所以我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配合到台肥股市 我个人的认为 然后指数目前来讲 从昨天开始指数 就是创了本波的新低 今天再创新低 但是KP指标 它是低档的背离 并没有同步创新低 那第二件事情 我刚才已经谈到了 台积电它是呈现的止跌 那就代表至少 在这个时间点 虽然我们台湾会因为台币 不断的贬值 而造成被动式的外资 不断的卖超台肥股市 可是换个角度来想 那就代表呢 整个未来里面 收美元比较多的一些的公司 它可能会有贿退的一个收益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就可以发掘到 那在这边里面来讲 你的选股的逻辑 大概就分成几个 你必须在这里面来讲话 一个外资现在不会偏多 你就去选择内资里面 买超的个股 去做一些的选择 那另外一个AI伺服器 在明年的能见度还是很高 那你在整个一个 20倍本一比接近的时候 不要去做追高 拉回接近月均线 或是整个一个 大量区间的下缘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再去做买进 因为2024年 这个部分还是不错的 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台北股市 不要过度的恐慌 去做一些的杀低 尤其持股比例不高的 一个听众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 除了一个在这个时间点 整个一个指标上面 低涨的背离 你没有杀低的必要性之外 大家知道在今天的KG指标 短线上面已经来到了29的37 那即将接近指标的20 称之为超卖区了 那下个礼拜就会到这里 所以如果你持股比例不高 你可以近代反弹 可是反弹哪里是一个压力呢 月线来部分里面是压力 也就是台北股市 可能要整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的操作上面 大概分成几个 一个呢 如果你要买科技产业 仍然是以车用电子 或是整个一个AI 伺服器 逢低去做一些的布局 假设你要去买 非电的一些的族群上面而言 你可能就要去观察 是投信买超哪些的个股 或是资券同征 而加强的个股上面 你去做一些的买进 那原则上低涨上面的支撑 应该是在16500点上下 20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 如果然后来到这个区间 你做长线的投资朋友呢 你就可以考虑 分批去做布局 长线上面的一个投资 以目前而言台北股市呢 应该就是一个大区间相形 以低档16500点上下200点 高档大概在短期中 就是月均线 你这样子去操作 在一些的个股上面 低进高出 红低买进买黑卖红 应该就是在下个礼拜里面 来讲话 你比较要去做操作的一个重心 那尤其是投信买超的一些的个股 应该是你未来里面来讲话 可以去关注买进的一些概念个股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请到老朋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聊聊他的新书了 那这本书引起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回响 那特别在这个毕业的一个季节当中 很多人出了职场之后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盏明灯 跟大家好好地开示一下 好欢迎一下我们 这个他的抬头真的蛮多的 他是作家 他是New Pasta 是天力食堂双品牌的总经理 吴嘉德 嘉德好 哈喽 韵芬姐 还有听众大家好 好 我们这本新书叫 生活是一场热情的游戏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聊 就是如果有听过嘉德访问 或者是认识他的人 都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蛮三八的人 他刚刚来我们的节目有看到那个 我们的实习生就开始讲笑话 对 你要不要讲一个你觉得最好笑的笑话 最好笑的 他心里有笑的 OK 我就觉得小白为什么长得那么像他哥哥啊 然后大家就想说 就兄弟嘛 对 然后我就说真相大白 哎哟 对 我跟飞龙都不会笑 因为我们是老女人 好 那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也就是说 因为我看海苏啊 就我认识你这么久啊 你从来就不是一个内修 害羞内向的人啊 对 对 那为什么书上会说 你自己是非常的害羞 非常的内向呢 好 我想 韵芬姐 我们大概认识也快十年了 所以过去这十年 我四十岁到五十岁 或许韵芬姐看到的 我的确是一个阳光正向的中年男子 三八 好吧 再加三八 再加三八 三十八岁开始正向阳光积极 那其实我在 二十六岁之前 还蛮内向的 那我要讲书里面的两个重点 就是很多人都说 你为什么要写这本热情的书 因为我跟他说 我想要带给这个世界 一点点的温暖 还有传递一个正能量 那我就讲我自己过去 因为我二十六岁 在安宁病房当志工 大家知道安宁病房 绝对不是一个玩乐的地方 他一定是健身室 然后呢 哭泣啊 那很难过的一个 医院的一个聚集地 那我就在那个地方 当了一年的志工 可是我也去过安宁病房 反而是我看到的是 另外一种 我当然也不能说他快乐 可是我觉得对于 我认识的那位伯母 他是开心的 我觉得当然你要去接受 生命即将终了这件事情 那有些人当然 还是有一种难过嘛 悲伤的情绪 那我要表达就是说 我要强调是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八九十岁 躺在那边 还有很多是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到了中年 或者是突发性的基因疾病 或者是后天的 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的问题 而导致他必须要接受 安宁疗户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 原来生老病死 很多人其实没有经过老 然后呢他就走了 所以我就想说 生命原来是拿来玩的 不是拿来就是虚度光阴 所以我就想说 让自己变得更外向 这是第一个原因 对那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因为刚好 我进了银行 大家知道我在银行 做了二十年 一开始呢 我的银行的经理就跟我说 加的你每个月的业绩 就是三千万的房贷 那我就问经理说 那我的客人在哪里 他说就在路上的路人家乙饼 对那我就只好发DM 所以发DM就要跟人接触 遇人则发 见相即差 看到人就发 看到信箱就投 所以就养成我的 越来越外向的特质 这两件事情 有些工作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感 那你们回应到现在 我觉得现在 就是大家也见面之后 反而也不太会说话了 然后要什么样的一个联络方式 就用LINE联络来联络去的 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用键盘在沟通了 怎么样找回人跟人沟通的一个热情呢 好 我想的确这是现在社群媒体造成的通病 所以反而我比较逆其道而行 就是说 我每次演讲 我都告诉听众说 你可不可以每天用你的LINE 因为大家现在都有LINE 那用打LINE呢 打两通电话 不多哦 真的就是早上一通 下午一通 然后呢 去问候一下 你的这个远方的朋友 同学 同事啦 亲戚啦 总之 甚至你的爸爸妈妈 总之 我的目的就是打这两通电话 意思就是广结善缘 然后呢 问候一下 最近好不好 那这件事情呢 可能要起源于很多年前啊 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呢 有一天呢 他坐高铁 行经台南 因为我家住台南 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 他说 哎 佳德 我等一下要去高雄 行经台南高铁站 没事的 只是单纯问候你 其实我被这句话感动很久 这已经十几年前的往事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那我能不能 不要只是文字 我用声音说 韵芬姐 我今天呢 来台北 没事的 我只是跟你讲说 我今天来台北出差 那这样子一分钟两分钟 然后彼此问候一下 住好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这是我 给很多的 现在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就是我们失去了 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我常讲 现在人有两种疾病 一个叫做社交恐惧症 会有 特别是年轻人 对 第二种叫做被害妄想症 被害妄想症 对 所以这两种症状呢 让人跟人之间越来越远 就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疫情啦 疫情让大家戴上了口罩 然后也不要这个 接触了 我觉得三年的训练下来之后 真的每一个人 已经不大会 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了 对 所以我就是因为一直觉得说 既然活着就是要快乐 就是要幸福 就是要安康 就是要美好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生活的 这一辈子当成是一个游乐园去玩的 因为呢 如果你在游乐园 做你自己喜欢的游乐设施 你应该都是笑嘻嘻 然后呢 就尖叫啊 那种感觉是很棒的 所以我热情的三个原则 里面提到 第一个一定就是微笑 第二个是乐观 第三个是积极 所以这三个关键字 就是贯穿我整本书的核心价值 那我想很好奇啊 就是你的小孩 你怎么跟他们沟通啊 他们现在也半大不小的 都已经大学了 那说实在也是半大不小 对 我拉回来讲 我觉得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从小学的时候 我就陪伴他们 就像现在是暑假嘛 所以很多的孩子放暑假 我记得我九年前 我的儿子小六毕业的时候 我就从台南我们的老家 骑脚踏车 骑到狱井 跟着他呢 去吃一碗芒果冰 然后呢 再从狱井骑回来 总共五十几公里 那这件往事哦 放在我的脸书啊 刚好最近是暑假 跳出来了 所以我可以充分感受到 儿子跟爸爸 骑着脚踏车的那一种旅行 就是单车小旅行 那每一天呢 其实就像我说的 打电话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每天哦 就像我每天 他们现在都住在学校嘛 我每天还是打电话 给我儿子女儿问候 虽然有时候 他们会跟我说 爸你很烦耶 干嘛一直打 很烦耶 对 结果呢 突然有一天 我女儿打给我 我说女儿要干嘛 爸你怎么三天没打给我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啊 我就说爸爸忙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 儿子女儿突然三天 接不到爸爸的电话 他们也会很失念的 对 所以这跟儿女之间的亲情啊 我觉得还是要常常保持联络 我觉得父母亲要主动做啦 现在的社会变成 常常就说 孩子没良心啊 对 都不会想要打个电话 有了朋友 就不要爸妈了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父母亲要先做 对 所以我在这一块啊 就是很积极 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啊 那时候没有手机啊 只有公共电话 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嘛 所以呢 我都去用公共电话投十元呢 然后我就跟我妈聊天 我妈说不要浪费钱了 我就说不行啊 十元投下去还有八块 所以一定要讲完啊 所以我自己是一个很爱讲电话 那我传递的就是我跟我爸妈呢 就是很好的家庭关系 所以我现在对我儿子女儿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啊 就是说孩子可能跟爸妈都有话讲 对不对 然后跟爸爸就没什么话讲 对不对 然后爸爸接了电话就说 去跟你妈说吧 反正你妈会跟我说啦 可是你不是 我觉得你比较长舌 对 我真的很爱讲 而且你知道 你都跟孩子讲什么呢 我就问他说 女儿啊 今天在学校有吃饭吗 就简单嘛 三餐嘛 当然有啊 不一定哦 现在女生都节食哦 对 女儿不见得会吃饭 他们都想要减肥嘛 然后他说 没吃饭 那爸爸要不要给你外送餐点啊 哇 他听到说爸 不用啦 那就觉得我对他很好 所以呢 我这样子就能够聊了很多话题 然后说 你学校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 就讲吃嘛 那打给儿子的时候 儿子啊 你今天有没有运动啊 有喂 爸 我今天刚去学校跑十公里 哦 那我们就多聊点运动 所以我书里面有讲到 有线索 对 对 我跟我儿子讲 讲很多关于跑步聊天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 你最近看什么书啊 比如说他最近看了一本书 叫 与成功有约 这本经典好书 那我就问他说 什么是成功呢 那在你心目中 谁是成功人士呢 那你怎么避免失败呢 你可以告诉我 真正的成功是什么样的定义吗 所以这样子就聊下去了 你这爸爸会不会跟小孩讲 说你有没有女朋友啦 有没有男朋友啦 长什么样子啦 爸爸都会问这个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 我们持续跟吴嘉的来聊一聊 怎么找到你人生的热情 不管是在工作职场上面 我觉得还有就是包括你的家庭生活了 没错 所以有很多的妈妈当然会跟子女聊了很多 我觉得最好奇的一点就是说 那爸爸会问 儿子女儿 男朋友啊 女朋友啊 这些他们就不想告诉爸妈的 那你会去探寻一下吗 我觉得这分两块 第一块就是说 当然我们事先就跟他说 儿子女儿如果有交男女朋友的话 那跟爸爸妈妈讲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就讲 那如果说不愿意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你要对你自己的情感啊 生活当中去负责 那爸爸妈妈呢 是过来的人 有什么可以协助的 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呢 要嘛就压抑孩子 不要去交往 或者是说很怕他交错人 然后产生很大的一个麻烦 所以我是正面表列啦 我看待的是说 儿儿 有缘相见 或者是有缘交流 那你就带回来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嘛 这样子他反而会觉得 既然爸爸妈妈是open的 那我为什么还要躲躲藏藏 我觉得要有这样的思维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这也可以分享给很多那个 不善言辞 或者是不善跟子女聊天的爸爸 来参考一下 对 因为有很多人真的就说 我天生就是不善交际 我就是不会讲话 大部分的男生是这样子的 对 那在我的家庭 就像父亲节到了 母亲节到了 我的儿子女儿都会写卡片 而且我爱你 我爱爸爸 我爱妈妈 这个就是常常挂在嘴里 用文字表达太多了 所以在这个家庭教育里面 我觉得它是一个谈爱的地方 不是一个谈礼的地方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我觉得要能够跟子女说爱 或者子女跟父母亲说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 你不要因为你自己不敢开口 你不敢开口 孩子没有办法模仿 或者是学习的 对 所以其实更重要的 我这边可以再给很多的爸妈一个观念 像我儿子女儿上了高中 上了大学 我都会请他们把他们班上最要好的 大家都知道 要么女生叫闺蜜 男生叫哥们 兄弟 就是带回家里 让爸爸妈妈看 其实你看他身边的朋友 你大概略知一二 他到底行为有没有偏差 路有没有走弯 那来我家做客的这些男生或女生 我觉得他们人都很好 而且都很有礼貌 我就知道我的儿子女儿跟他们在一起 也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是把我家当成是让他们的一个社交的场所 那我借机观察他们的行为 这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我其实也是会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去什么 要去聚餐找不到地方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来家里啊 对妈妈叫披萨 妈妈煮也太累了好不好 对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不过我会适度的退出 就会让他们自己很自在 不过就像你讲的 我们大人一看也大概知道 就是他大概是交什么样的朋友了 对没错 所以亲子之间我觉得还是多接触 然后不要用上对下 然后跟他们的关系建立在彼此的问候 应该是很容易达成彼此之间的好关系 因为有时候在家庭当中 我觉得妈妈都会跟儿子比较好 对不对 女儿跟爸爸比较好 对其实没有 我们家大概是很平均 我就是接近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对他们两个好一点 我的地位会不保 所以我就会花很多时间 就是常常打电话给他们 那女儿比较会讲话还是 儿子 我儿子比较会讲话 遗传到你了 不敢这么说 因为我儿子突然发现男人 如果会讲话很有饭吃 我觉得 很有饭吃 就是他知道原来靠着嘴巴能够讲出 很有料的东西 其实他觉得 因为我常演讲 所以他在台下看到 原来爸爸在台上的演讲 可以让这么多人乐于倾听 但他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成就感 所以他就比较愿意学 那当我儿子比较外向 女儿比较内向 所以这也有关系 我真的觉得你讲的对 真的男生 真的嘴巴甜一点 其实日子也比较好过一点 没错 对啊 就是交女朋友可能容易一点 对不对 家庭生活也比较幸福美满一点 就怕很多男生在家里面 对 明明就是他很有 对对家的那个爱啊 关怀都有 可他就是摆个臭脸 然后可以讲话 对 所以我一直说 热情真的微笑太重要 你说一个热情的人 每天板着脸 叫热情 我压根都不相信 对 热情一定跟微笑 挂钩 对 所以韵芬姐也绝对是一个热情的人 非常明显 因为听广播就一直在笑 有时候真的忍不住 真的请大家多多的 所以这就是热情啊 对啊 我觉得就是当你会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 就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就会出来 对 所以你就说嘛 要把生活当成是一个游乐场一样 没错 对 你会找一个有趣的新鲜的刺激的去玩 你不会玩个无聊的嘛 没错 对啊 所以为什么大家年轻人喜欢打手游 喜欢玩电动 这都跟你有没有把你的这个世界当成是你的游乐场有太大的关系 嗯 你看我们去游乐场 你可能像小时候带小孩去 他就觉得啊 那个咖啡杯绕来绕去没意思 对不对 他可能小的时候他都玩咖啡杯啊 绕来绕去 可等他长大以后他想要去玩一些刺激的啊 云霄飞车啊 云霄飞车啊 大怒神啊 所以这我觉得也很好 也就是在工作上的时候 我们也要找到自己的那个那个兴趣 然后我们去冒一点风险 然后去做一个人生不同的尝试 对 所以我书上啊 特别谈了几个议题嘛 关于刚刚我们现在聊很多的亲子 所以工作也是创造我们时间价值 能够幸福指数可以越来越好的关键 然后呢 休闲啊 我书里面就讲了很多跑步嘛 所以呢 运动健康也是我们追求的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人生了20岁到80岁 因为每一个年纪的阶段 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 我希望能够透过我自己半百人生 然后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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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三岁的李邪李 他突然六十五岁本来退休的时候 他从神坛跌落谷底啊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暴瘦17公斤 退休年纪嘛 可是我觉得像我很多的朋友 他们当然就年纪比我大一些 可是他们就是六十五岁退休之后 他们会转去其他的地方 比方说他们本来在公职 然后可以转到私立的 对民间 然后再去工作 对 而且民间大家可以工作到75岁 对 对 然后呃 呃 呃 前几天其实我跟呃 呃 就医生在聊 对 医生也可以做到七十几岁 而且他如果愿意做研究 他做到八九十岁都不是问题的 是啊 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要设限 对 就是说呃 用年纪来设限是不对的 第二个呢 呃 哪怕说好你六十五岁 你必须要从公务人员 或者是民间机构退休 那你有没有找到生活的重心 因为我周遭 现在以我五十岁嘛 我们的爸妈的年纪 约略都是在七八十 所以七八十岁呢 我突然看到我很多同学 他的爸妈现在失智啦 然后呢 长照找病床 很多耶 所以呢 我突然意会到这件事情 真的人一定要有生活重心 太重要了 好生活重心 还有找到这个热情 好 我觉得热情很重要 热情 你怎么去培养 怎么去发现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告诉大家 好 这里上来 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NewPasta 跟天力食堂 双品牌的总经理 吴嘉德 带来他的新书 我们把它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可以同步看到 那么他提到的生活就是一场热情的游戏 当然关注的应该不是游戏 而是热情啦 那我觉得热情应该有一些特质 好 在书上其实有提到了 所以嘉德是不是跟大家来整理一下 就是说你觉得热情 有哪一些的特质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今天 我在职场上工作 我要找的人 我要找他对这个工作是有热情的 所以热情的特质 我觉得非常重要 好 就如同刚刚一开头 我跟韵芬姐在聊的 我说热情 真正有三个要素 那我用身心灵来代表 身体的元素呢 让人家一眼看出 就是微笑嘛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 笑哈哈的在录节目 所以微笑的特质 让人家感受到 就是热情的第一个标签 那第二个呢 就是乐观 乐观意思就是说 你看任何事情呢 你都是正向看待 你不会悲观的说 啊 要死啊 要死啊 完蛋了 完蛋了 你比较会觉得 嗯 乐观已对 好像你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去做 这个代表是一种心灵的层次 那第三个呢 就是展现出你的企图心 就是所谓的一个积极 所以微笑 乐观 积极 就是一个热情的三个标签 如果听众朋友自己问说 我是不是爱笑啊 我是不是很乐观啊 我是不是够积极啊 如果你都yes 打勾打勾打勾 我相信你应该是一个热情的人 这是我书里面表达出来 能够去显露出热情最重要的三个原因 那比如我比方说你要招募员工 或是培养这些干部的话 你也会用这样来去观察他们吗 当然 当然 对我会请他 我其实访谈20分钟 面试20分钟 你会发现他都板着脸 其实就觉得他没有 因为服务业嘛 我们是餐饮服务业 所以一定是微笑以对嘛 那不微笑的人 我大概就会扣分嘛 然后再来呢 关于乐观啊 我们就当然了 秘境中怎么看到自己的光嘛 就是说你可以讲一件 关于过去的人生最大的挫折 你怎么走过来了 那我书上特别有提到了 我搞砸了三件事 一 我大学被当了 那时候心情很差 跟学弟们修会计 怎么可以这么丢脸 学长来修会计 二呢 我高中的时候啊 跑那个400公尺 我竟然在1000人面前 跌倒了那个扑街 我其实好丢脸啊 第三呢 我在银行做放款的时候啊 被企业主倒账 倒了一两千万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说 我曾经都失败过 但是呢 我还是继续努力的 做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种积极乐观 微笑这三个要素 回过头来 那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他 你逆境 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呢 你生命当中 你觉得你在追求什么 约略可以知道 他有没有企图心 有没有愿景 有没有价值 可是你当下应该会很当吧 对啊 对 所以我最近50岁 我在做三个功课嘛 第一个叫做臣服 臣服老天 真的 人不可能 好像说我50岁我要回到40岁 就是你要接受万事万物现状 就是活在当下 就变成是你的重点 第二个呢 我要觉察 觉察就是说 好 你活在当下 那请问当下你现在的心情 你身边的人事物 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你如何让自己更好 这叫觉察力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转念 好 你可能呢 现在不如意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那我们可不可以常想一二嘛 一二就是好事嘛 八九是鸟事嘛 所以转念越快的人 其实他的行动力 他的积极度 跟他能够成功的机会 当然就比别人高了 你这样讲 让我觉得 就是说人生 其实有很多的谷底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年轻人 因为他大概30出头而已 他是一个赛车手 然后呢 爸妈当然反对他去赛车嘛 就是你不能找个正常工作 你为什么要去赛车 可是他就很喜欢车去赛车 就有一天 他爸妈终于认同了 那时候他去参加比赛 爸妈就来看他比赛了 就他很开心 他妈妈要来了 就那一天他一出场 就立刻被后面车追撞 他就跌出去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你爸妈好不容易去看你了 然后你当下会觉得怎么样 他说当下我就跟我妈说 妈 你最担心就是我摔车 我告诉你没事 对 最坏的就过去了 对 我真的觉得正孩子不错 心理素质很高 对 所以我书上就特别写 人在高潮永保谦卑 人在低潮准备起飞 所以我们要飞 对 所以我觉得碰到低潮的时候 碰到当的时候 你就想我要起飞了 对 而且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做法 人在低潮的时候 相信朋友就是你的一个提升 乐观的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你就打电话去给你 你觉得心目中很正向积极的人 他应该会安慰你 而且他也会陪伴你 我觉得这是可以做 所以为什么我常讲说 朋友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 你不能没有朋友 所以人在低潮的时候 朋友来安慰你 你就会感觉到 人生的温暖跟人间的一种美好 还是存在的 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人生有时候 当然低潮你准备要起飞 可是要让自己有一个reset那个键 就重新开始了 对 我重新开始 你觉得跑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最近也开始在跑步 我已经连续三年 每个月都跑50公里 没有中断了 对 就是 每个月累积跑50公里 不要吓死我 对 没有一次50 那是全马的距离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跟听众讲 这也是一种原始习惯吧 就是不求多 但是求均衡 所以我每次5公里 然后一个月跑10次 那是不是就是50K 那我就给自己限定 因为现在手机都有软体APP 可以下载 就可以帮你记录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做到现在呢 第一个运动习惯养成了 第二个呢 你大概就会知道 运动的时间到了之后呢 你在跑步 因为我们也没有听音乐 我就一边跑 然后我就有很多写作的灵感 工作的思维 还有人生的价值 全部都在那个30分钟 40分钟就跳出来了 对 其实我跑步的时候 我也不带耳机 对 我就好好的 就是听我的心跳 对 又或者是我去看一下身边 或者是因为你知道吗 你很轻松嘛 还可以看身边 对啊 我就是看身边的一些事物 就是房子 稻田 因为我家比较乡下 所以你就会可以到很多地方 去看到人生美丽的风景 我说这世界上不缺美 缺发现美的眼睛 嗯 所以我觉得要有点独处的时间啦 然后有一点这个运动的习惯 对 所以人生一定就是几个面向嘛 家庭 健康 工作 人际关系 休闲娱乐 这五大面向 如果我们都能够具备的话 我想这就是一个游乐园的概念了 嗯 现在有什么事情 是会让你觉得可以再登峰的事件 当然工作上呢 我要有更大的成就感 是来自于让公司呢 当然我们本来就有定年度预算的目标嘛 那今年其实餐饮业到了七月暑假 应该不错了吧 都不错 其实景气的后疫情时代的一个餐饮业 坦白讲 我们已经回到了 就是疫情前三年多前的高峰了 所以其实我已经发现 其实我的公司的业绩明显的提升 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当然不是告诉大家说 我赚了很多钱 而是说今天餐饮业 不就是你看哦 你如果服务的好 微笑乐观 然后呢 你再透过你的品牌经营 其实就会得到很好的绩效 那这个是我过去这三年多 掌舵 就是New Pasta 跟天理食堂 这两个品牌 带来一个极大的效果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学习型的人 所以我进入这个组织之后 我觉得把我的企业带动成为学习型的组织 我每个月呢 都有很多的课程跟讲座 让很多我的同事都愿意学习成长 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整个人啊 我自己人生会觉得带来价值 就是你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然后呢 你可以让大家都越来越好 嗯 就是从自己 然后慢慢的带动 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很难带啊 哦 其实是因为没有找到方 因为我们小朋友大概都是九年级生了 对啊 所以其实你给他舞台 然后呢 多给他鼓励 然后多给他一些机会 当然我不免俗的讲 钱多还是留下来的关键 所以钱多怎么钱多 你不是说底薪条很高 而是呢 我们来定一个可达成的业绩目标 那大家呢 有团队 因为其实现在孩子 很在乎同侪之间的关系 他们不怕那个 就是 就是笨啊 或怎么样 他只怕说同侪骂他 或者是讨厌他 所以我觉得 你只要团队关系建立的好的话 那让他们感受到 在这里面被尊重 他们是有朋友的 对 对 他们很怕被朋友讨厌 所以他们会成群的这种概念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只要每一个店长 都知道怎么样管理这些八九年级生 用他们的心态 那这样子业绩 热在工作 就不会太困难 哦 好 这个对于我觉得 不管是你是老板 或者是对一个年轻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案了 好 不管生活是不是一场热情的游戏 我觉得可以培养的 可以训练的 希望大家在工作上面 在生活上面 都能够找到这一份热情 也非常谢谢吴嘉德 从台南上来对 是啊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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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